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来分析一下大诺沃西尔卡方向的作战 大诺沃西尔卡方向 我们在以前的几天 曾经做过两三期视频 当时呢 我们说在大诺沃西尔卡方向 乌军呢 采取了一些反击措施 包括他的周边地区 今天呢 我们看到了两段视频 一段是乌克兰发布的 一段是俄罗斯发布的 在这个区域呢 乌军似乎取得了一些成绩 取得了一些成果 第一段视频呢 我是这样的 我把两段视频呢 还放在原来我用过的频道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 我在这呢只截两个 截几个画面 我们看一下地理信息 做一个相应分析 这是第一段 也就是50名 大约50名左右的俄军士兵 在乌军的炮击之下 脱离阵地 开始向 斯托热夫 进行撤退 画面当中呢 这个不是很清楚 因为人没有走动起来 他们 沿着这个防风灵带啊 从 这个西向东撤啊 因为这个拍摄镜头呢 是从北向南拍的 正好跟地图的方向是反着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所处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待会可以看一下视频啊 待会我把链接先放上去 他所处的位置呢 实际上这是一条公路啊 我们看到主要是 后面这个防风灵带 前头呢 实际上还有一些标志啊 这两个防风灵带在前头的镜头当中是 照出来了 但是我没法放 因为他有炮击的镜头在里头 俄军呢 等于是从西再向通撤退 这东边呢 现在是斯图热夫 斯图热夫呢 处在什么位置呢 他处在 丹多祸西尔卡的西侧啊 整个这一条战线 我们说现在 在丹多祸西尔卡方向呢 双方的控制线呢 大概是以这条河啊 划界的原来的控制线 斯图热夫呢 处在中间 为什么会现在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呢 当时我也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说 这是一连串的村庄 一直连到大多祸西尔卡 俄军呢 就沿着这些村庄啊 由南向北一直攻上来 两侧呢 都是这种田地 反而不容易找到支撑点 乌军的反击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前几天 我们在这儿看到新达里夫卡 乌军似乎取得了一些成绩 成果 他占领了部分和全部新达里夫卡 或者还在激战 另外呢 在大多祸西尔卡的 这个西南侧啊 也就这边田地当中啊 有炮击进行了进攻 今天呢 看在这儿 在西侧啊 俄罗斯步兵在撤退 我们说呢 待会儿下面的一个一段视频 俄军发的视频当中呢 就会显示出来 在大多祸西尔卡东侧的状态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在东侧的情况 在东侧啊 这个它是多组镜头组起来的 它主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俄军的侦察机啊 在这个区域发现了大量的乌军的装备啊 并且有些装备是被俄军摧毁了 有些呢 他是知道地理信息的 他把坐标都标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他这些坐标了 这个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辆 应该是装甲支援车吧 应该是 它所处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所处的位置实际上就在 斯托热夫的东侧啊 这个防风林这儿 防风林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下一个照片啊 这个照片是两辆 两辆战车 主要图片不太清楚啊 感觉像是汉马 我们说它的坐标呢 实际上也离得比较近 刚才也是在斯托热夫的东侧啊 东侧这个防风林带啊 他们都在这同一个防风林带上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乌军啊 他实际上是在两路前行进攻 东西两侧 这是另外一辆车的 好我们在呃 我们现在呢 就不再放这些照片了 大家可以看那些完整的视频啊 我们说呢 在这是东侧的情况 东侧实际上 我们把地图缩小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城市 新顿孽茨克 这个曾经我们在这也放过视频啊 在这个区域 乌军也采取进攻 也就是说在 大诺沃西尔卡这个方向 乌军也投入了很多的装备啊 包括汉马呀 越野车呀 装甲车呀 等等 而且他进攻的方向极其多啊 从新顿孽茨克一直到 新达里夫卡啊 比较比较多的点 受到了乌军的进攻 所以在这个方向呢 明显感觉乌军取得的成果 要比在这个扎波罗热南侧的 这个成果呢 要大得多啊 在扎波罗热 我们看从小托克马奇 卡这个地方啊 发动的进攻呢 可以说呢 受到了 俄军啊 比较强烈的抵抗啊 在这个方向 另外呢 似乎进攻路线相对少一些啊 在 罗布基涅这个北侧啊 就受到了阻碍啊 并且他主要是 感觉队形过于集中啊 而且呢 在这个方向 俄军可能布置了比较密的这种雷阵啊 相对起来 比较进攻起来比较麻烦 我们在后面的一个视频当中呢 把 罗布基涅的方向的一些情况啊 再给大家补充出来啊 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